我们常常会面对医务清洁不彻底的情况 顽固污渍难以清除 细菌病毒在医务上残留 让我们的皮肤也因此受到伤害 引发多种皮肤病的产生 为提升洗衣液粘稠度与清洁能力 不良商家添加如荧光增白剂等有害化学成分 导致精疲毒产生 严重危害使用者健康 植物小分子洗衣液天然植物提取 以科技代替药剂泡沫更少 让洗衣液小分子快速渗入渗透 进入医务深层 达到自动清洁去污力更强的功效 植物小分子洗衣液 洁净柔顺抗菌三效合一 杀菌能力达90%以上 下面我们将通过几个实验 从功效和原料两个方面 与市场上某一款洗衣液进行对比 让大家对植物小分子洗衣液 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市场上某些产品为了达到洁净效果 常常使用荧光增白剂作为添加剂 我们使用紫光灯分别照射在 某洗衣液产品和植物小分子洗衣液上 可以看出某洗衣液紫光灯颜色改变 说明含有荧光剂 而植物小分子洗衣液紫光灯照射 则无变化 不含荧光剂 植物小分子洗衣液采用纳米级技术 趋务能力加强三倍 我们在盛有点酒和食用油的烧杯中 分别滴入植物小分子洗衣液和某品牌洗衣液 再用玻璃棒搅拌 过一会儿可以看出 滴入植物小分子洗衣液的杯中 分散的油滴更为细腻 点酒也被还原成无色透明状 这是小分子的功效 深层渗透 去除顽固污渍 而滴入某洗衣液的烧杯中的水 则无明显变化 我们采用灼烧PK法 对它们的成分进行对比 将某洗衣液和植物小分子洗衣液 分别倒入铁勺中 放在酒精灯上灼烧 过一会儿可以看出 某洗衣液冒出黑烟 散发出燃烧的塑料味 而植物小分子洗衣液 呈现白色结晶状 使用小分子洗衣液 还可以洗带血的布 浸泡牛仔裤后 自然蓬松 洗过的水还可以浇花拖地 以上就是石油化工产物 与天然植物萃取的区别 植物小分子洗衣液 一瓶抵三瓶 价格经济实惠 健康来自植物小分子洗衣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